现在收看的是江苏城市频道 正在为您直播的邻居里 我是周景 各位好我是大林 江苏新闻广播同步直播 2012年中国航海日 即将于7月11号在南京开幕 今天马尔他级国际豪华邮轮 猎户星座2号 实地长江边的南京墓烟风光带 虽然按照国际海事惯例 市民没有办法登上外籍国际邮轮参观 但是呢还是有很多市民闻讯赶来 在岸边观看和拍照 就有今天的现场报道 我现在是在南京五马都客与码头 今天早上八点钟 从韩国鸡州岛始发的 猎户星座2号国际邮轮的抵达南京 这艘邮轮上呢 一共有86名外籍乘客 他们来自于澳大利亚 新西兰美国等十多个国家 邮轮呢将在南京停靠一天半的时间 旅客们呢将游览南京的各大景点 八十六名外籍游客中大多数是像伊娃和诺克斯这样的中老年乘客 他们中有的是朋友相伴 有的是单独出行 更多的是相互服侍的老夫妻 即便拄着拐杖也要下船到南京看看 我们看到这艘邮轮一共有四层 它的长度呢是88点一米 虽然在邮轮中呢不算是最大的 但是呢它上面的设施呢也是非常的齐全 邮轮上的这个船员和工作人员呢 也是来自于世界各地 刚刚我们跟他们交谈了一下啊 都非常的热情 还送给了我们这样一张这个邮轮的明信片 非常的漂亮 和普通邮轮不同的是 猎户星座2号邮轮具有破冰能力 如果在海上遭遇冰山 能够提前探测到险情 也是极少数能够在南极北极 探险航线航行的豪华邮轮之一 7月4日邮轮从韩国季州岛出发 昨天到达长江遗生连捡毛地 就船到码头啊 女客都要能下来 所以我们昨天晚上已经派出 这个警察人员从南京的遗阵毛地上船 在船上给他们办理手续 办理了一夜 确保了他今天船到码头 女客就能下地 明天下午猎户星座2号邮轮将离开南京 前往上海之后将出境继续航行 近年来 由于下游的港口不断开发 来南京的邮轮越来越少 据了解 南京市政府计划把木燕风光带的 五马渡码头 建成首个开放性的游船码头 吸引更多的邮轮停靠南京 江苏城市频道为您报道